给我下来 怎么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吗 小宝 你告诉妈咪 为什么这么做 你这么做 肯定是有理由的对不对 她能有什么理由 她做出来这样的行为 就不能被原谅 会不会我告诉你 你在家里怎么闹都可以 但这里是公司 这种行为绝对不允许 这就是你认识的态度对吧 现在给我回家 罚你三天不准吃酸奶 不准看动画片 不准打游戏 不用管他 贺总 我知道你是老板 习惯严肃教育你的员工 但是小宝只是一个小孩子 你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 你的说话方式 不管他是小孩子还是大人 做错了事情 就必须要被教训 是 你是可以教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 先问清楚原因呢 他小孩子能有什么严谊 他就是太顽皮了 你到底懂不懂 怎么教小孩啊 我懂不懂怎么教小孩 你就肯懂吗 就是因为你最近太惯着他 让他忘了什么叫做规矩 是 我不懂 你懂 你们懂 至少我懂得家人需要陪伴 今天是周末 你一大早就来工作 小宝说他想你了 让我带他来看你 结果你就把他一顿骂 你就是这么做下场的吗 交代你们的 都明白了吗 明白 明白 大家加油啊 今日工作完成了 我请吃饭 我请吃饭 若微啊 上一季的活动结束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做报告啊 可这个项目 我只负责联系供应商对接 主刺画和落地执行 都是林盛负责的 林盛可是你的前辈啊 这得多帮衬帮衬啊 好 没问题 麻烦您把材料打包我一份 我尽快跟进 还有啊 那个新产品的前期市场调研 和数据分析 我觉得你也可以试一试 这一块我之前没有接触过 不够可以了解一下 给我些时间吧 我要提前先下班了 这些数据啊 麻烦你再核对一下 数据业务不是我的专业领域 让项目组的人经收 会更合适吧 只需要把确认好的表格 再核对一遍就行了 机器人都能干的事 聪明如你 五分钟之内啊 肯定能上手 拜拜 指出台 咱们可调 至少 舒服 一 箴 嘴 可以 等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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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就说不会 不要耽误我的进度 报告李好就发我 我两点还到十六了去汇报 威威啊 真不好意思啊 那个河队可不可以 现在给我结果啊 我着急呢 停下 我让你停下 温总 您这是 阐述一下自己的岗位职责 还有工作权限 高级行政助理 处理和人事相关的 一些日常事务 协调好日常行政关系 那复盘报告是你的工作吗 原则上不是 那市场调研和数据汇总 还有业务核对呢 原则上都不是 那你对谁负责 以您为代表的管理层 都听到了 杨若薇在这里 只需要听我的话 你们即便入公司早在他面前 也只是凭借 还有 不要动不动 就把锅甩给别人 自己的事自己做 我再重申一遍啊 杨若薇是我的人 他以后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 背后都有我的担保 都记住了没 记住了 记住了 这些工作是我主动任领的 而且 我已经完成好了 已经发送到了 各位的邮箱里 数据部分的技术问题 已经请教了技术组 的确有一些疏漏 不过问题不大 我已经解决了 我能力有限 又是个新员工 谢谢各位前辈 愿意给我布置作业 让我了解各部门运作方式 日后呢 能更好服务大家 笑什么笑 回自己吧 来 来 来 你说实话 刚刚我在大家面前帮你撑腰 是不是很有男友力 小事一桩 大可不必 我在之前医院工作量呢 是这里的几倍 上岗第一周 就要快速牢记二十个科室的 基本构架 和一百多位医生资料 可是我在帮你啊 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 你这样只会坑了我 行政最重要的呢 就是和人协调好关系 我知道 那些工作不是我的 我不做也好 出错也罢 都不是我做的 但如果我反手甩锅 让他们在你这儿挨骂 以后我怎么工作 讨好别人不是你的职场 我没有 我只是喜欢学习和挑战 好在呢 我对自己能力有把握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走了 这个是几桶花 对 对 然后 这个 是切牛花 这个 是小厨余 来来来 吃西瓜啦 妈 来 小宝 张嘴吃西瓜 还不吃 来 坐这儿 那我来吧 妈 咬咬味就不吃 是不是啊 来 再吃一口 这小嘴吃得多脏啊 来 慢点啊 点儿 你也有一块啊 这是他小时候 上幼儿园的时候 我给他准备的 虽然说现在都用纸巾了 但是他一直都戴在身边 好吃吗 啊 小宝 叫姥姥 妈 别面欠 Happiness 啊 好 不叫 不叫啊 我们小宝肯定饿了吧 姥姥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我来帮你啊 那行 过来吧 你呢 自己在这儿吃 妈妈去帮姥姥做饭 好不好 小复兴 拽刀里啊 我爸还睡呢 吃了退烧药 这叫特别多 这怎么烧还没退啊 都快一个礼拜了吧 五天了 那明天我带我爸去看看 老不退烧不行 说说吧 怎么突然回来了 我回来看看你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周末了 我带小宝回来和您祖孙相认啊 那怎么就你们俩瞧艳呢 谁知道 吵架了吧 没有 这突然打电话 说要回来住一晚事 还要带孩子给我们看看 却什么行李都没带 你不是吵架是什么呀 小媳妇吵架回娘家 不带东西 那不就等着老公把你接回去吗 其实啊 这小两口吵架就这样 媳妇呢 吵架了带着孩子回到娘家 把老公扔在家里边 冷锅冷招的受不了了 就跑到丈母娘家来 道歉认错 然后再把媳妇接回去 是不是 不过你光带孩子回来 你不够狠 你该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着 这样老公才能意识到 老婆的重要性 你带她的公司卡没有 像她这种人 光那个银行卡 是不是好多好多账来呢 陆明媚女士 你赶紧炒菜去吧 我饿了 谢谢 等着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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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